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 斜杠青年的拽酷气场 腔调都写在细节里 一看见王一博脸部特写就忘词 这是雌雄莫变的一张脸 有着小女生的娇俏 白皙细腻 也有着大男生的硬朗和鹰气 突然就想到历史上那些出了名的美男子们 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样貌吧 只是王一博内心澎湃的男子汉气势 有太多的英雄气概在里面的 在未尽那个唯美时代 男子特别喜欢腹粉化妆 娇滴滴的美男也层出不穷 姬康偏偏是一股清流 喜欢素面朝天 自视天智自然 龙张奉姿 姬康不仅精通文学 玄学和音乐 他还喜欢打铁 常年的锻炼 身材修长见美 史上说他肖肖素素 爽朗清举 也有的说他 素素如松下风 高而取引 蓝灵王 极高长弓 南北朝北齐文学家 思想家 音乐家 出身显赫 是北齐文乡帝高成第四子 骁勇善战 北齐战神 风绝蓝灵王 历史记载 长弓貌柔心壮 英容兼美 未将功勤戏事 美得甘美 虽衣瓜树果 必与江士共之 这位英雄气概的美男子 本来面目竟然是 面相柔美 音色也好听 白得像个美妇人 以至于每次上战场 他都要戴上争名的面具 因为怕面相太柔美 不足威吓敌人 因此有面具王子之衬 巧的是两人都喜欢音乐 都有英雄气概且夫若宁之 这和王一博有太多相似之处 王一博因为从小就练舞的原因 他的身材比例有着天然的优势 多年舞蹈训练雕琢的线条感如雕塑一样精美 更重要的是他花美男的颜值让他在酷帅和奶萌之间自由切换 在潇洒和甜美之间无缝对接 呈现出一人千面的效果 让人惊叹 而他内心澎湃的男子汉气 让他的气质中又多了一份硬朗和英气 呈现在气场和气质上就是迷一样的效果 他精准地拿捏子中的区别 把整体造型搭配所需要的个性和气场一一地展现出来 让人一眼看过来 除了惊艳就是赞叹 王一博果然就是王一博 厉害 王一博这款运动风的棒球服 简约精致 蓝色与金色的撞色效果很别致 蓝色的色调不仅和牛仔裤的墨蓝色相呼应 甚至和他腕上表盘的色调也一致 王一博是少有的驾驭金色布Loyal的人 无论是棒球服上的亮金色的色调 还是与之硬衬的金色层叠项链 都表现出亮肤的效果和贵气感 就像这款棒球服一样 简单的两色配饰极简大气 利领的设计 螺纹收口袖口和底边 让穿着更舒适自在 特别是其中装饰的撞色线条 让这件单品更有运动风和潮气感 重要的这样的棒球服不挑人穿 还能很好的展现你良好的身材比例和调性 王一博这套造型一如既往的写着他的个性 白T搭配牛仔裤的经典搭配 中帮的耐克运动鞋 表达他内敛低调的造型理念 因为棒球服的加持 让这种运动风和酷帅感更加强烈和分明 王一博是穿的红袜子吗 这样整体搭配下来很顺眼 颜色之间不仅彼此呼应 也彼此灰映 王一博的时尚造型 色彩的搭配一直都很有高级感和造型范儿 简单中的高级感 低调中的王者气质 在细节上依然有闪耀的美感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